嗨各位小财神今天过的都还好吗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台湾政府只规定你只能够选一张亚洲万里通的里程卡来累积 你会选择哪一张卡片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要累积那个亚洲万里通的里程数其实很容易 而且很多地方不见得是一定要刷卡才有 你甚至可以用其他的点数这样子兑换过来 那如果真的要让你只能挑一张卡片的话呢 那是不是就很困难了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我们会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聊 那今天的主题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的亚洲万里通联名卡 他有做一个权益升级的部分 那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聊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今天稍早呢 包裹梦参加玩记者会 然后他有送了一些小东西来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是我们来看他的官网来讨论一下这个权益 也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说 到底哪一张卡是适合你的 那第三个就是 目前在国内有累积ASHA MILES的三张比较主要的卡片 到底哪一张比较好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讨论一下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就是到底这个记者会他们送了什么东西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每一个人呢 与会的这个嘉宾都有一个 这个国代事务华的袋子 然后这个袋子里面呢 有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新闻稿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上市的这个产品的新闻稿 他都有把资料写在这边 这是记者会第一个会拿到的 那第二个就是一瓶水 怕你那个就是口渴 给你一瓶水 那第三个的话呢 他有一个小盒子 这个盒子是什么呢 我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定很有趣 这是一个国太世华的这个行动电源 那给大家看一下 他其实做的还蛮坚固的 我个人觉得 这感觉起来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我看一下他的那个 是多少 一万耶 哦 他这个容量真的还蛮高的 就是一万左右 所以这个真的是记者朋友的福利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所谓产品保固卡 这是产地是哪里 是台湾还是中国 制造商是在新北市新店区 所以应该是在中台湾吧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线 所以这个是国太世华赠送给这个 与会嘉宾的一个这个行动电源 那你们接下来一定很好奇啊 就是那另外一个厂商 也就是我们的亚洲玩里通 他送的是什么呢 亚洲玩里通送了这个 他也有一个小小的布置提带 这边有个HR-的这个logo 那他送的是什么呢 摘 obstruct 他送的是一条这个充电线 这个充电线它有三个不同的插头 然后你可以自己就是变幻 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蛮有巧思的 对然后呢 它这边 它有一个这个 有点像皮革一样 就是可以让你固定起来的 也是他们自己的HRMILES的这个 这个产品 都有印上他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 amorco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东西 represents 所以說蠻特別的,因為這個東西你在外面應該是買不到 所以這個的確是國泰世華跟他們亞洲萬里通真的是有精心製作的贈品 我先把它收起來 那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東西是這個 這有一個小小的包 那這個包是什麼呢?我必須要打開才知道 好來,我現在呢,這是它的防腐劑 打開來 這好像是一個旅行包嗎? 這邊把它打開之後 它...我真的擔心我最後會塞不回去 它該不會是一個購物袋吧? 它是一個可以運動用的背包耶 這個東西看起來蠻有趣的 但是說真的我覺得很難把它撞回去 好啦,基本上呢 參加記者會他會送的東西大概就是這些 提供給大家參考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往下走 講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就是 我們的這個優惠的權益探討 讓大家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官網 我們直接從官網來看 你會比較了解這個權益喔 那我今天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podcast podcast其實我們有更新一個最新的這個內容 那你們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我podcast在哪裡啊? 不見了 找一下喔 在這裡 podcast 你可以在這邊 寶可夢卡好裡面的最新一集的內容 其實就是 亞洲管理通點名卡 新卡上市有沒有什麼 東西是你可以 A好康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跟我們今天的內容 有稍微 一點重複 但是呢 我稍微把它區隔開來 就是說 你來聽的這個內容 我是跟你解釋說 它這個里程加速器 有哪些通路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呢 我們就不再講解里程加速器 我們反而要來帶大家來看的是 它這個產品的整體的權益 跟最後你應該要選擇哪一張卡片 比較適合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這個里程加速器的內容 有哪些通路 然後怎麼去使用搭配的話 請你來聽我的podcast 那現在影片要講解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好我們來往下看喔 這個全新的亞洲萬里通聯名卡 順手雷里 加速愛里 日常消費10元一里 然後這個生日當月最優勢5元一里 那它這邊還有講到一點就是說 消費2元一里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它這個43000里 它其實做了很多的combo 第一個是 你只要在這個時間裡面 消費滿8萬就送你1萬里 所以已經有1萬了 那第二個是 如果你是新戶的加馬里的話 這只限新戶啦 所以就沒辦法了 那新戶申辦世界卡 新戶的定義很簡單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辦過 古泰式華銀行的信用卡的人 才能夠申請 才符合新戶的資格 那麼你核卡後60天內刷滿1萬 它含原本的手刷裡 它就送你1萬加1萬就變2萬了 那如果你是新戶申請泰商卡的部分的話呢 核卡60天內刷3000 一樣可以拿到8000 那最後的話有一個升等加馬里的部分 是如果你是白金卡的卡友的話 那麼你首次申辦泰商卡刷3000 一樣送你8000 所以這些數字加起來 最高就是43000 所以它的數字其實是用這種方式去做疊加的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 你不見得真的有必要去把它全部都辦下來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看自己的年費 願不願意付出去啊 或者是你的消費能力有沒有到那麼高 因為這樣加一加可能你也要刷個接近10來萬 那也是一個負擔啦 到年底之前現在有兩個多月嘛 9月底了 所以你只要兩個月一個月也是要刷5、6萬 這也是好難喔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這個首個加碼的活動 叫做順手雷里卡友專屬的這個度假兌換活動 它有一個這個花蓮的飯店叫做瑞穗天河國際觀光酒店 那它有一個兩人房跟四人房 一個是2萬里一個是4萬里就可以兌換了 那它的這個價格的話通常 兩天一夜的這個 早餐跟晚餐的部分 市價是3萬有一點高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可以搶到 那麼你去住的話的確是划算的 不過它這個時間點有限定 就是住宿日期是27號到29號 所以只有三天兩夜嘛 也就是說如果全部的卡友都擠過去那邊兌換 基本上有點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在11月30號試著去兌換看看 如果你過年不知道要去哪玩 那麼也許你可以住在這個地方 就是跨年的部分 那就看你自己的這個行程規劃的部分 好不好我覺得不一定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 那今天的重點其實就是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就是要來確認說 你到底適合辦哪一張卡片 那我在這邊的話 簡單的跟大家講 世界卡年費要8000塊錢 不見得適合你 因為它這個年費有點貴 好那當然你不可以講說 寶可夢那個這個中性華航的這個頂頓世界卡都辦了 2萬塊錢都付了 這個你付不出來嗎 也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大家要去把它精算 就是要算清楚說到底 你繳出去的這個年費可不可以拿回來 好所以我才會就是一直跟大家在講說 年費你一定要注意 年費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覺得不划算你不要辦 其實也沒有差 因為根本就沒有人強迫你一定要辦卡這樣子 好那這個世界卡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里程加速器是10元一里 然後一般消費22元一里 我個人覺得22元一里 這個數字其實是有一點弱的 因為在國內嘛 那國內的話其實 你現在20元一里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數字 但是它沒有往上調升 比較可惜 那再來的話呢 泰商卡的部分我覺得 反而是現在所有的卡種裡面我比較推薦的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在重新辦了泰商卡 因為我覺得它的里程加速器的那些範疇裡面 是我平常都會去用到的這些通路 所以我覺得這個10元一里對我來說是OK的 好我就覺得我願意繳年費 然後至少年費的手刷里可能可以拿到3000 那上市新戶那個5000我可能拿不到 但是沒關係 至少我繳了年費之後我個人覺得如果我刷的多 其實我是可以回本的 所以這點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它的生日也很吸引人 就是你在你的生日月份那個月份你的里數兩倍 就是10元就變兩里嘛 所以就是5元一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特別去把握 那第三個卡等叫做白金卡 白金卡的話呢 它的年費只有588 剛剛講那個泰商卡的年費是1800 我覺得都還算是比較便宜 大家比較願意入手的 那白金卡的年費588 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從來沒有累積過亞洲萬里通 那你有想要試試看的話 也許這張卡片你可以試試看 它的亮點是什麼呢 它的亮點其實是里程加速器的消費範疇是15元一里 但是你的生日的話呢是兩倍 就變7.5元一里 所以7.5元一里在你的生日當月刷的多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累積的里程速度會很快 所以你這一個是它的稍微還不錯的亮點 但是它如果一般消費30元一里 我覺得就比較差了 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好 因為30元一里的部分 你還不如使用這個旅人卡的輕旅卡 它就是也是免年費嘛 預行輕旅卡的部分免年費 然後它至少有20元一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兩張卡片各有消掌 提供大家參考 那最後里強卡的部分免年費 就沒有什麼好講了 因為你這張卡片辦下來算免年費 但是呢 它的生日里最高有15元一里 好像也不錯 所以你還是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說 有沒有哪一些卡片是你可以用低成本的方式持有 而且開始累積里程 好那亞洲萬里通的里數有一個亮點 就是說大家現在雖然說這張卡片一樣是每500里 就是幫你轉進去亞萬里面嘛 但是亞萬的里數變成是說一直有里數進來 它都不會過期 只要18個月以內 有任何一筆點數進帳 它就會整筆一起往後演 所以它不會有這個點數過期的問題 像長榮也是三年內一定會到期 華航也是 所以NA也是 所以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還是堅持三年內會到期這個問題 所以你自己本身如果是想要比較輕鬆的去累積里數的話 那反而亞洲萬里通可能是一個你比較好的選擇 好那繼續我們往下看 這個 里程加速器的部分請你來聽我的Podcast 我已經有做四大通路完整的解釋了 這邊就不再贅述 那旅遊權益的部分我覺得也可以跳過 可以跳過的原因是因為 機場接收現在不能用 疫情的關係 機場歸名是你也更不可能去用 所以這些都是寫好看的 那海外上廣你現在不能出國也不能用啊 機場外圍停車 你沒事你沒出國你怎麼可能會去停 所以這些基本的權益它給你的 但是基本上大家一定用不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略過 好那再來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有趣的玩法 就是讓你去試算這個兌換的部分 好那我在我的Podcast裡面有跟大家聊到說 我們這一次兌換的這個遊戲規則 跟我自己本身適用的這個方式呢 是我用亞洲萬里通的里數 兌換了萬豪的酒店給我姐姐去住 好那詳細的故事你可以聽我的Podcast 那我覺得3萬多里可以兌換到萬豪的一個晚上 我覺得這個對我家人來說 是一個蠻不錯的這個生活的體驗 那4萬里你可以兌換什麼 我個人也蠻推薦這個W Hotel W Hotel應該也算是就是它那一整個 飯店集團品牌裡面比較高檔的 高檔的飯店你當然值得可以用里數去換來住 因為對你來說這就是一種體驗 好那你也可以就是不用真的花錢 好可能一個晚上都要一兩萬了 你就可以不用花這個錢就可以去住到這樣子 那背心獎勵的部分的話就是你要換機票嘛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講再多也沒有用 大家沒有辦法換機票那就不予討論這樣子 好那最後的話呢它這邊有一個亮點叫做小數點 大家如果有常常在看我的粉絲頁的話 你會發現我時不時就會分享一些小數點的東西 那其實小數點是什麼就是國泰釋華 這個國泰金控他們整個體系推出來的一個點數系統 它感覺有點像是台信銀行他們自己所謂的 Reach our life這個台信點的這個玩法 所以現在各家銀行他們都要玩自己的點數系統 而且要整個金控體系就是自己下來玩 好像這個小數點也是一樣 那小數點的話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可以兌換亞洲萬里通里數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國泰釋華的紅利點數 那你不知道要幹嘛用你就把它換成小數點 然後小數點還可以再拿來換亞萬的里數 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說 你的紅利點數如果直接兌換亞萬是划算的嗎 還是說經過小數點之後被它加碼了再去兌換 你還可以再多拿一些小數點的點數回饋 是不是也不錯呢你就可以稍微去算一下 那這個我還沒算了所以我是還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如果你對這種里數的轉換是有興趣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它的CF廣告 你們應該稍早都已經有看過 我有在我的粉絲頁分享這樣子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的想法是 它做了加碼之後呢 10元一里或者是生日當月5元一里都是很有競爭力的 那大家也會發現說其實 里程卡的這個競爭啊 自從就是COVID-19出來以後 所有的銀行推里程卡都是雪上加雙 那這家銀行也不錯是它願意再做一個加碼的部分 然後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就是用比較優惠的方式去這個賺出里數 那大家就可以趁這個時候來去思考說 是否應該入手 這邊也完全沒有強迫 你想要你就辦 你不想要也沒差 但我自己個人算過之後我覺得OK 我就會辦 那我現在這次要辦的事就辦太箱卡 那太箱卡的話 辦下來年費1800是一定要繳的吧 那在之後呢就是看這12個月的消費累積情況 如果我還是刷的不多 那明年我就不會繳年費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自己的計算機呢就是拿出來紙筆計算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到底適不適合自己這樣子 好來那我們再回來 我們再來看這個看一下 我們這個三大Asia Miles的卡的討論 我們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目前在台灣要累積亞洲萬里通的里數 其實有三張卡片是很有競爭力的 第一張就是我們自己的這個亞洲萬里通的聯名卡 來看一下這個是新卡面 哈哈 在這個影片裡面偷偷就是藏了一個彩蛋 就是拿到這個卡面 然後趕快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這是Signature Business Titanium Business 所以這個是泰晶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商務卡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覺得 這張卡片應該是比世界卡好看 所以它又是平面卡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閃閃發光 喜歡的話呢就可以辦了 我自己也是辦這一張這樣子 大概下個禮拜我就可以拿到卡片做開箱了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跟銀行界來給大家開箱看看 大概長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張 那第二張的部分呢就是那個 台信有出一張國太航空聯名卡 那那張卡片我現在沒有帶在身上 所以就沒有辦法展示 那第三張的話是匯豐的旅人卡 所以總共就是有三張卡片可以做挑選 那這三張卡片的特色其實你們也可以去網路上自己做研究 或者是簡單跟大家講 就是這個匯豐旅人無限卡連費8000 它其實三個年費的等級有點match到我們這邊的這個亞洲萬里通卡 但是呢這張卡片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兌換20家以上的航空公司 還有這個三個飯店集團 所以它的點數的泛用性是更廣泛的 那我們的亞洲萬里通的部分的話呢 它當然是要把它換到亞萬裡面去再從亞萬去兌換到它的 華宇一家的這個航空公司的機票裡面 所以各有優缺點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這張卡片泰商卡連費1800 那它對應過來的話就是那個所謂的玉璽卡等級年費是2500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說到底你要辦的是旅人玉璽卡 還是這張泰商卡的部分 那最高等級的頂級卡的部分的話我個人覺得 你還是要把它送你的手刷里馬額里都算進去才划算 那這張卡片它好像最高只算2萬吧 就是如果你不是連那個什麼下一個等級的泰商卡 或是百姓卡在身上去全部都辦下來 那你才有可能有超越過這張卡片當初推出來的這個新戶 新戶禮跟滿額禮的部分嘛 所以是比較可惜的部分啦 所以這張卡片的話我個人覺得它目前應該是年費低一點 大概1800左右你就可以入手了 那反而是一個比較有競爭力的點 包括有10元1禮跟5元1禮的部分 這是它的這個亮點的部分 那國泰航空聯名卡的部分 它就是說世界卡的等級就是月費月有禮嘛 那下半年取消兩次的這個飛行的 每半年要飛行一次的這個這個門檻之後呢 那其實你只要有這張卡片有繳年費 那麼你在四大通路進行刷卡其實都有回饋 比如說美食外送然後還有那個量販跟超市之類都有 所以我覺得它這張卡片的確是你繳了年費之後 在下半年反而變得比較好用 那當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現在再去辦這張卡片 感覺上是不是也不太划算 因為它年費2萬啊 2萬有點貴啊 所以你還是要去思考一下說 這張卡片你繳了這個年費之後到底狂破划算 所以基本上的話這張卡片的粗略的介紹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但如果你想要聽更詳細的介紹的話呢 請你們要鎖定這個我們這個下半經濟學 就是他們接下來有要找寶可夢再去聊一集這個亞洲萬里通 那你們有興趣的話呢就記得再關注我的頻道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那或者是你關注下半經濟學 風川美那邊的頻道其實你也會看到這支影片 但不久的將來吧 因為這個中部要去錄影的話 那大概就是兩個禮拜後你就可以看到影片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這樣子 好來再來的話呢 我來講一下今天的金句好了 今天的金句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你的功課還是要自己做 我跟你講了這麼多 我解釋過哪張卡片的好哪張卡片不好 或者是我跟你講的自以為我以為的部分 其實都還是我自己的認知啦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適合你 你要不要踏入里程坑 你要繳多少的年費 這都要衡量關係到你自己 比如說你一年可以刷多少 那你真的喜歡去換里程嗎 或者說這些里程的兌換你是有把握的嗎 好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要去做功課 然後自己去兌換過之後你才會知道的 就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嘛 所以這部分我就真的幫不了你了 我可以跟你講很多 但是你真正要自己去做功課還是得靠自己 所以這部分就是大家要加油好不好 不然你真的最無腦 我想你就辦一張免年費的卡片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不然的話我覺得你免費繳出去很有可能就是把錢丟到水裡面去啦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呢希望今天的這個分享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好那為什麼要打上這個什麼謹慎理財信用物價這東西 我從來都沒有在打的 那當然是因為這次國家是華他邀請我去參加記者會嘛 那人家就有要求說你這個還是要打一下警語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是怕會誤導人家什麼之類的 那我沒有跟他們收錢 就是記者會沒有收錢 然後這支影片其實也不收錢 我就是自己做爽的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而已 那這部分的話呢其實真的就是你就自己決定了 因為這支影片其實他們也沒有過稿 他們過的部分就是只有過那個就是記者會的那個圖文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很明智很明理的去思考說到底哪張卡片適合你 看了不辦也沒差 看了再辦也沒有差 因為這東西對我來說沒有差 就是沒有任何的業績的壓力 所以基本上就是資訊分享 那我覺得好的卡片我就辦下一用 那你如果覺得不適合自己 那你不要辦也沒有關係 基本上就是一個讓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里程卡這件事情的這個很有趣的一個方向 所以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 歡迎你幫我按個讚 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出去跟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這個所謂的里程卡美妙之處 那如果你自己對我的這個頻道 接下來要發展什麼樣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看 算米不回覆 但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會回覆 就是那個態度友善一點的話呢 我一定會跟你做互動這樣子 好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